你看喔 我前面的水底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塊水草 這邊咖啡色對不對 有一塊特別白的耶 有沒有看到 那個就是鱸魚的草 它旁邊有一隻公魚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我不要動你們仔細看 它現在游走了 它等一下會再回來 這個就是鱸魚的草 你通常會看到 看到水底有水草對不對 突然有一塊被清空了 烏鍋魚的草也是長這個樣子 它會把這邊有一塊清空 然後它在殘暖之前 它會守著這個地方 守大概一兩個禮拜左右 殘暖前 它會守一個禮拜左右 然後直到交配 交配完鱸魚就閃了 公魚還是會留在這個地方 還是公魚回來 有看到嗎 它現在往那個方向走了 它位置在這附近 阿鱸魚的草都很淺 你看它現在又回來了 它現在從左邊 現在回來朝的附近 現在在朝的右邊 在水草裡面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阿等一下有看到我們在錄 你看這邊有一個 有看到嗎 我用釣竿子一下 在這裡 在我釣竿前面 那邊有一塊石頭露出來 它旁邊是水草 然後一隻小公魚就躲在旁邊 我看它 看它會不會被我嚇到 有了你看 它在動了 它帶走我的鵝了 不要吃啊 不要吃啊 笨蛋 哇 哇 釣到它了啦 好險好險好險 我剛剛把他耳釣下去 他就趕快把他耳銜走 然後就不小心釣到它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再回來 這樣很討厭 我不喜歡這樣 然後 那個槽在這裡 看得到嗎 在這裡 在我釣竿子的這個地方 在我釣竿子的這個地方 這就是產卵前的pattern 公魚它就會 公魚的話 它就會護著那個草 它就會守在那個草旁邊 一直到 一直到母魚來下蛋 然後母魚下完蛋就閃了 就是這樣 所以 你們會看到很多那種 YouTube的影片有沒有 然後它把水底的 水底的什麼鱸魚 鱸魚吃甲耳的影片 有一大半都是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要搖啊 這個東西 有人叫Sight Vision Sight就是用眼睛看 這裡有一隻 就在我們正前面 我都沒在看 一樣有一隻小公魚在旁邊 現在有走了 就在我們正前面 有沒有看到 這一坨也是 公魚剛剛從這裡走了 所以水底帽泡泡起來了 它被我嚇到了 這邊有一塊 公魚跟剛剛那個一樣Sight 都小小的 然後公魚現在有走了 所以鱸魚很小 大概20公分就有繁殖能力了 尤其是公的 母的也差不多20公分就有繁殖能力了 你們如果看YouTube啊 全部現在 我剛剛每下一竿幾乎都有咬一口 又咬了 這個咬的幾乎都是公魚 都是手草的公魚 因為都不是吃 它就是閒著閒著閒著這樣而已 我連開箱都沒有辦法 因為它大概只咬一秒或半秒左右 它就是把它耳閒著而已 那隻公魚回來了 我就不要去打擾它囉 不要弄它 我不喜歡去弄那些 手草的、護草的公魚啦 因為 因為你等於在 你雖然釣到一隻魚喔 你覺得很有趣喔 但是 你少了釣20隻魚的機會喔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不喜歡這樣做 這是個人的習慣喔 我不是說 你這樣做很不好或怎樣 隨便你們啦 隨便啦 草魚在我前面翻下去了 這裡又一個草 這裡 前面那邊 那邊遠一點也有一個 很多個啦 它們有時候會蓋很多個喔 它們不是只有孤零蓋一個 在傳染前 它們可能會蓋兩、三個這樣 但是采軟後 就是只有一個會有軟 對 Blugeo的草也是這樣 Blugeo草比較 會比較晚 不是現在 現在陸續也會有Blugeo的草 陸續 因為 因為 鱸魚或是Blugeo它下單的時候 不會是 假設你這個 市場裡面有100隻鱸魚要下單 對不對 它不會100隻鱸魚全部在同一天下單喔 它可能會在一個月之內 陸續的這樣完成它 然後你們看很多YouTube的影片喔 它會說Sight Fishing S-I-G-H-T 反正我到時候再上字幕就好了 它會說Sight Fishing喔 Sight Fishing就是用眼睛去釣魚喔 就是釣這個東西喔 就是釣在護槽的鱸魚喔 或是Bed Fishing Bed就是床喔 它們不叫這個槽 它們叫這個Bed 就是床 你睡覺那個床 Bed Fishing喔 就像我們講河床這樣子 因為 因為 鱸魚煮草的時候會選在石頭底煮草 比較會選在石頭底煮草 因為它這樣子 它這樣子 為什麼它要互暖喔 因為它要打新鮮的水 進去暖裡面 這樣水暖才有空氣 終於了 小吃的 喔 這個就FreeFall中的 沒什麼好講的 欸欸欸不要再跑了啦 這隻是母的 這是小母魚 這母魚還在吃飯喔 還沒準備要下蛋喔 你看它肚子就知道了 看得出來嗎 它肚子比較大喔 這隻小母魚 還在準備吃飯 還沒準備下蛋 還在補充能量中 我剛剛講到 鱸魚 算了 等我清完這個我們再講 啊我是今天懶得換了喔 這個就上了 反正這個已經綁好了 就直接上了 不然今天原本是響掉那個啦 狗大便 然後 你吃湯裡面有100隻鱸魚喔 那個100隻鱸魚 不可能同時下蛋喔 它就會分散大概在一個月之內左右下蛋喔 啊Blue Gill也是 我說過Blue Gill跟殘暖時間跟 跟鱸魚大概差一個月到兩個月之間喔 所以 所以他們也會在 有可能會overlap一點點喔 但是少數喔 就譬如說一層的 黑乳跟Blue Gill是overlap的 時間是重疊的這樣 啊你們看到YouTube的影片喔 很多就是 你會看到它在水底攝影機有沒有 然後拍一隻鱸魚喔 你會發現那個鱸魚就固定在那個地方 不會跑喔 不管它開啟自槍 如果它都沒有開到的話 它開啟自槍喔 那個鱸魚都不太會跑喔 就是固定在那個點喔 剛剛又一隻魚把我的耳顯走了喔 這個都不是要吃的喔 這個就是護巢的 幫它顯走的 感覺得出來喔 因為它會拉著你的耳跑 然後一下就放開了 你蹭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它沒有咬牢 會鬆鬆的 會有點鬆鬆的 這裡有點籠筒耶 趁久了就知道 又一隻 又一隻 在我前面的水草堆下面 這個是感覺得出來的喔 有人問我說可不可以拍Bad Fishing 就是Side Fishing 就是釣這種護巢的鱸魚喔 我個人是不拍喔 因為個人的信念問題喔 我不喜歡弄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不拍這個東西 不過不提倡啦 不提倡 看到這邊一塊 全面都是水草對不對 只有這一塊是石頭 石頭底露出來 這個就是喔 我看那個大概是被拋棄了喔 因為那個 這裡面下雨水漲起來 它在那邊煮草 但是它後來可能發現 水會脫離的時候 那個草會乾掉 所以它可能就放棄了 接下來的搖礦就會越來越差了 從現在開始的搖礦就會越來越差 當你看到有第一隻鱸魚在煮草之後 第一隻第二隻 現在是 現在是 現在是算 前三分之一 可能再過兩三天就會到高峰 大部分的公公的黑鱸都會跑去煮草 都會跑去做它的窩 然後母魚就 還是會繼續吃啦 母魚會繼續吃 但是開始陸續有母魚要準備生誕 然後再來就 再來就是專注的交配喔 他們交配 可能大概有三四天左右的時間 鹿魚是完全不會吃東西的喔 那隻鹿魚 母的 我現在只吃母的 因為母的不會互草 但是它會準備要生誕 它會去物色好的巢穴 然後跟公魚 這時候它就沒有吃東西的孕魚黃了 因為它一直在找老公 找老公 對啊 然後所以 接下來吧 今年比較晚啦 現在是520嘛 對不對 接下來喔 可能到六月中 六月差不多 一個月左右 這段時間都會 怎麼講 會稍微比較難掉 會稍微比較難掉 然後到六月中之後就會再好一點 然後那時候就會開始 會有一波 我們叫Paul Spawn 就是 Spawn S-P-A-W-N 那個是 生誕的意思喔 終於了 欸 好丟喔 小隻的 躲在前面那個水草堆裡面 沒有關係 今天目標不就是終於喔 今天目標是生態講解 還有英文講解 Spawn Spawn就是 如果你有在打線上遊戲 打電動的話喔 怪會重生對不對 怪的重生英文就叫做Spawn 如果你有打L2L就知道 他會說MiniN R Spawning 還什麼之類的 如果你用英文版的話 Spawn就是重生的意思 鱸魚生誕也叫Spawn 但是 但是 雞生誕就不叫Spawn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然後所以生誕前的這個時節喔 都是特別的名詞喔 生誕前這一段時間叫Prespawn 就是之前嘛 Pullis Spunk 然後現在這段時間就說spunk你 你看我這裡前面又一個 看得出來嗎 旁邊都是水草 中間一塊石頭露出來 一個石頭底露出來 這個很好辨別 不要去弄牠們 不要去弄牠們 你不缺這幾隻啦 尤其是很多人會看到 因為spunk的時候有時候會看到大隻的母魚 很多人就很興奮 因為我說過母魚比較大 看到那種3-4磅的母魚 就會很興奮 你就會去弄牠 不要啦 拜託 沒有意義啦 因為 你這等於是變相的作弊 因為你根本就不是用路牙來釣牠 你是用牠的天性在釣牠 用牠護草 主草 守護卵的天性來釣牠 這樣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要嘛就真槍實彈 憑真本事來釣牠 良心建議 你不聽我也沒辦法 只是 我覺得很多人會這樣 是因為美國的鱸魚很多 因為這是native的魚 幾乎每個水域裡面都會有鱸魚 不像台灣的鱸魚那麼少 所以牠們根本不在乎 而且牠們釣到會放掉 雖然牠們根本不在乎 但是像我們這種外來的人 因為 你本身天生 你住的地方鱸魚不是很多的魚 所以你就會特別想去保護這些魚 當然對美國人來講 就像台灣人不會去保護吳郭魚一樣 因為滿地都是 你看到吳郭魚你就煩 你不會特別去保護牠們 美國人也是一樣 黑盧隊他們可能就跟吳郭魚一樣 滿地都是沒有必要特別保護 但是我覺得這個有點貪小便宜的心理 你就看到魚在那邊 你就受不了 你就想去弄它 我是建議真的不要 不管是釣好完還是要把它抓起來都不要 你看這裡有一個 有一點水波可能看不到 但你可以看到白白的一塊 哦 閒走了 對啊 我剛拉回來你有聽到水聲嗎 這就是一隻公魚把我的鵝閒走了 啊 啊 今年喔 Pattern比較奇怪 沒有遇到大隻的母魚 不然就是沒有大隻的母魚了 很悲劇就是這樣 因為我說過了啦 這個話題就不需要再重複了 這種小的水域我根本支持不了幾隻大隻的魚 那你大隻的魚抓走 你要等到其他大隻的長大 可能又要再四五年 那話題比較敏感 抓魚的話題 封閉水域我不建議抓魚 就是比較封閉式的水域 我就不建議抓魚 開放式的水域你就抓你的沒有關係 封閉是你水域你要抓也沒有關係 因為 因為我自己的信念是這樣 就是 你是真槍 你是 明刀明槍喔 不偷不搶的釣到牠 憑自己的實力釣到牠 只要合法喔 只要不要浪費生命 你要把那隻魚帶回去吃 那是你家的事情 我偶爾也會帶魚回去吃 當然不是這裡的 這裡沒有辦法吃 你知道為什麼這裡沒有辦法吃嗎 你想死你就吃沒有關係 也不是想死啊 你想生病你就吃啊 你想生不出小孩你就吃 我只能這樣講 你要想想看這附近都是什麼 都是住家喔 你有沒有看到那麼多的草地 每一家住家都有草地都有樹木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都是綠色的喔 你看不到什麼花喔 為什麼 因為都會殺那個 都會請公司來灑那個除草劑喔 不然你蒲公斤長不完喔 都會請公司來灑除草劑喔 請問下雨除草劑往哪裡流 往這個湖池子裡面流喔 這隻也是護草的 但它吃到把手了 所以我只能開槍了 你有沒有發現為什麼草屑這麼多 你會覺得在裡面的鱸魚好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沒有大魚去控制這些小魚喔 這些小魚就開始 就是肆無忌憚的很囂張喔 因為像這個size的喔 這個size的 在基本上 它唯一的天敵就是 鳥跟大隻的黑爐喔 它沒有其他的天敵了 你沒有大隻的黑爐去控制它喔 這個東西會長得亂七八糟的喔 它長得亂七八糟你會說還不錯啊 有很多小魚可以吃啊 有很多小魚可以釣啊 但是你不要這樣子想喔 你要想想看這些小隻的鱸魚吃什麼東西喔 它吃Blugeo對不對 吃小魚要吃Blugeo 原本你的Blugeo一定的數量喔 它會維持這邊的平衡喔 但是當這種小隻的太多的時候 等到Blugeo小魚孵出來喔 這些小隻的會開始去掃Blugeo的效益喔 所以你的Blugeo就是 你其他魚種的量會下降 會下降很多 到時候你這個湖的生態系統 有可能就會崩盤